奧運拳擊銅牌黃曉雯 游泳蝶王冠宏 羽球黃金男霜 李楊 王麒麟等四位選手 受邀擔任113年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代言人 鼓勵小選手全力以赴 讓全中運成為前進國際賽事的起點 我也鼓勵接下來全力分分就是 即將開賽本頁 其實就是不要想太多 就是全力以赴 然後在這次的比賽 會通常拿下自己心目中的獎金 國高中生的運動員來講 是一個實踐夢想的舞台吧 就是鄰居國高中生同才一起努力 希望可以在那邊展現最好的自己 在國三那年拿到了第一面獎台 雖然是同牌 但也很榮幸被我現在的球團選中 然後也開啟我之後的職業生涯的道路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睽違12年 再次回到台北市舉辦 今年共有22項競賽種類 掌地遍及雙北 桃園 台中及宜蘭縣 等5個縣市 超過1.5萬名選手 要爭奪3864面經營同台 會所屬縣市爭取最高榮譽 我們首都所舉辦的全中運 我相信這當中一定有很多選手 未來會如同我們這四位單野人一樣 站上邏輯的舞台 不管是在亞運 奧運 各個運動賽場上 都能夠為何爭光 這次賽會首創與多家場商 及民間團體合作 提供選手資源 包含贈送全體參與選手 教練及隊職員運動毛巾 並將選手證升級為造型悠遊卡 獲得贊助總價值高達2500萬元 北市府期待透過舉辦高品質賽事 培育出更多的台灣之光 記者尤祥亭台北採訪報導 訟練是在